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们通过很多年的研究 主要是从不同达雅 不同的区域所发育的生物木 进行一个研究 那么在这个研究当中 我们发现有很多的海洋的 里面的微生物是掩藏在 海洋生物木里面 这是以往没有能够被人类所发现的 根据这次生物合成的基因组 我们可以去预测 它可能产生什么样的化合物 当我们把这次化合物拿到手的时候 那么我们可以去做BIOS 这个就是所谓的生物核心测试 我们实验室目前最主要的是 新的抗生素的研究 细菌本身它产生抗素 它必然有些耐药基因 而我们图样里面的细菌呢 对吧 我们它的抗素的使用再过多了 我们的 就是我们人体里的细菌 也从图样里面的细菌 获得了耐药基因 从而坦生耐药 但是呢 海里面 包括海底里面呢 因为我们跟人类有极少接触 所以就是海洋 或者这种抗生素 就是一般的耐药风险会相对比较低 perceptions 咱野药 读 vur